哈喽大家好我是Peter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NFT的每个人一起赚 今天跟大家讲几个蛮有趣的项目 这个项目是基本上就是蓝筹 那朋友问我说 如果市场回调的话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我跟大家带大家看几个 我觉得应该注意的蓝筹项目 好吗 我们就开始吧 请大家还是来我的 来我推特 大家看推特这边很多新闻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 哎这边很早 这边有一些活动 大家要来活 Hands off 这边就是一个video 待会我会看那个Hands off的活动 大家进来抽 好吧 然后guess all star 最近应该会有机会开他们discord出来 这边回这场市场回调 我今天推特讲了 一会关注什么 开机 然后NFT world 这边有一些测试 great boys 有超过400个人在这边玩 另外这边NFT pro也分享了 很早 有三个白名单 这边 大家赶快来follow他 好吧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 另外superordinary villian 这边有一百名单的抽奖 然后Shikage Shikage这边 Shikage这边也有一个抽奖活动 今天晚上9点钟 我会在Shikage里面做一些活动 如果在Shikage的朋友可以来关注 好吗 另外所有的YouTube都给人意见 不是财务分析 也不是财务建议 我也不是财务顾问 大家做好自己也就 控制好风险 这都重要的 我们昨天讲了几个 未受蓝筹 未受市场发现蓝筹项目 有两个游戏 我觉得蛮不错 我的团队都是很棒 那介绍大家三个的工具 第一个 我先重讲 大概是三个Eath以下 我觉得第一个 我先讲Cypercon VX 为什么 因为Cypercon VX 是Cypercon 他们整个系列里面 唯一一个元宇宙的item 那我们之前我记得 那时候我们讲一个Eath 去年年底 我就讲说一个Eath 左右可以买 但是我们好多朋友 就在那边等一个Eath 基本上一个Eath 好多人入手 我晓得一个Eath 入手的蛮多 那直接有涨到4个Eath 那我觉得现在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它如果有办法再跌 现在1.98 我觉得它如果跌到1.5 左右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进场点 那Cypercon 基本上就是可以 在元宇宙里面玩 那他们现在后面 开发好多好多Cypercon 在元宇宙这个VX的内容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FollowCypercon 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内容 再来第二个我讲Kaiju King 为什么Kaiju King 这边如果你看1.44 是一个小只的Kaiju King 如果你有小只Kaiju King的话 你就可以加入Kaiju的community Kaiju community 是我认为最活跃community之一 现在小只Kaiju King 1.44 那Kaiju King除了小只之外 那他们将来 他们将来 如果你有mutant 那mutant 然后你又变异了之后 你拿到一个mutant的DNA 你要拿小只的 加上mutant的DNA 你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 另外下一代的mutant 那你要下一代mutant的DNA 才可以去mut 这是真实大只的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不错的 另外一个投资 因为Kaiju这个团队一直在发展 那你说小只的现在是1.44 我看一下他Janice 现在多少钱 Origin Genesis 我前一天看的是5个Ease OK 4.8 所以Genesis没跌 所以Kaiju的Genesis还是蛮硬朗的 没有跌 没什么跌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只Kaiju 但是我觉得那个Kaiju 如果跌到 我不晓得3个Ease以下的话 我可能有机会 如果我手上有足够Liquidity 我可能会去再买一只Kaiju 因为两只Kaiju 我就可以生小Kaiju了 那我暂时现在只有一只而已 那我觉得Kaiju也是 如果大家手头上有比较多Liquidity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Kaiju 因为本身community各方面就是 都是没话讲 而且后面团队就是全部的Docs 大家有兴趣 所以我之前跟大家介绍过Kaiju那一集 你们大家可以去看 那再来就是3个Ease 还有一个就是Karaflu 我觉得Karaflu这个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最近一直跟大家讲Karaflu 我们最早从一个Ease开始 讲到3个Ease 快4个Ease 然后他后来 就涨到快6个Ease 5.8 那后来现在是回档 我觉得现在这个都是不错的买点 如果他能跌到2个Ease以下 我觉得会找一些很不错的Item 大家可以在这边多参考 因为Karaflu我们都知道他后面的团队 跟后面的设计师 其实印尼可以非常有名设计师 而且他跟Karaflu 后面帮助他们 还有CyberCon后面帮助他们很多 特别是CyberCon 在他们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跟CyberCon做很多Cross branding 这个事情 CyberCon很多的大佬通通都换成 就是Karaflu的头像 再来当然是KuKat 我觉得KuKat这个是我们在讲 如果再来是5到10个Ease之间 5到10个Ease 如果我们手上5到10个Ease 第一个我会考虑KuKat 为什么 因为KuKat其实是整个蓝筹里面 它的这个community最扎实 我们知道所有的新的项目 如果出来类似KuKat这样的风格 都是这样子简单 然后这样线条 可爱的动物的形态 只要跟KuKat 有一些做成一些co-branding 不管之前的 CooMan Universe 或之前Roboto 或之前好多不同的 这些项目出来 跟KuMan最近的 比如说Wonderpal 这跟KuKat 稍微也做co-branding 表现都不会太差 所以我觉得KuKat 是一个很不错的community 我自己是没有KuKat 我觉得有机会 我也想要进入KuKat community 我觉得community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community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那当然再来我们讲回CyberCon CyberCon 我们刚刚讲VX之外 在第二个的话 就他们小只的CyberCon 小只的baby CyberCon baby的话 其实可以进入CyberCon的Discord 特别 还可以拿到CyberCon 它里面BananaB 那我觉得 如果我要选择的话 那当然我会在于CyberCon 跟Doodle 两个去选 但是因为本身我已经有Kat Kin了嘛 对不对 那我觉得我CyberCon 这个community 我也想进去 甚至你住的community想进去 我觉得有些东西是这样子 如果你投资一个 这个token 或是一个NFT 进去他们community 基本上你这个token不会卖 NFT等于是你要必须 心里要有一个准备 如果我有7个eat 我想要进CyberCon community的话 我进去了 这个基本上就不会卖 那这个东西就大家要做一些调整 所以如果7个eat 对我来讲 CyberCon 稍微还是有点贵 我可能稍微再等一下 我记得他最早 我印象中 他大概是5到6个eat 那他现在其实我希望有办法 等到他回到5到6个eat的话 那我觉得可以考虑 那再来跟大家讲Word of Woman 为什么考虑Word of Woman 我们之前上一直看到好多新闻 讲Word of Woman Word of Woman有什么 他们KPMG加拿大也买Word of Woman 买了25个eat 那当然是买比较稀有 第二个Word of Woman之前 也是他们在安排要拍电视剧 甚至要拍电影 甚至还有出唱片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后面Word of Woman的 创始人跟他们的创始团队 跟一些经纪公司都达成一些协议 把Word of Woman当成是一个品牌 在经营 我觉得Word of Woman现在正在走向 就是五疗猴的这个道路 五疗猴最早也是只有五疗猴而已 那后来五疗猴跟马达纳的经纪人 签了一些经纪上面的这些合约 等于是把五疗猴当成是一个品牌 在经营 所以五疗猴现在又要出音乐 然后又出有游戏 然后甚至还有币 各方面各方面五疗猴 这商品价值非常非常高 那再来跟大家讲 就是8.4亿Azuki Azuki我觉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brand 那我觉得Azuki之所以是我认为的篮筹 是因为第一个他的画风 像东洋的画风 掀起了一波东洋画风的这个热潮 那第二个他后面的团队 从Google 然后从这个YC Combinator 然后从好多大的企业里面出来 那我们知道团队是第一 那第二个他们的设计 也都是从Community出来 他们全世界有将近10个Community设计师 所以这个项目是一个 第一时间就告诉你 我要成为元宇宙里面的brand 时尚品牌 那我觉得他们也非常非常到位 我甚至我觉得他们后面都有机会是 有风险投资基金在帮助他们 这个当然是我个人的猜想 实际上我不晓得 那我觉得Azuki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标的 大家可以多来参考 因为Azuki最早也是从十几个Ease回档 最高到18个Ease 对到十几个Ease 17个Ease 甚至你看之前还没有很久 大概2月底的时候17个Ease 然后到3月目前为止大概就8左右 那我觉得Azuki只要是789 789左右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入手 甚至 我看看还没有机会 他跌到得要6 但我觉得机会可能不高 因为他前一个高点的话 我记得应该是5 5点几 对他这个地板 地板这个地板10左右 这边已经跌破了 所以再来的看高点 可能就是在10已经跌破 所以我就会看5到6之间 如果他跌到5跟6之间之话 应该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进场点 那再来就是跟大家讲 Doodle 我觉得Doodle是一个 大家都公认的篮球 为什么他后面团队 第一个真的是很棒 第二他们的设计 真是没话讲 Doodle也带起另外一波 Doodle这个风格 像这种线条跟颜色饱满 跟一些渲染 这个都是Doodle风格 特别看Doodle后面交易的量 已经到了8万5千多个Eats 那其实是非常非常 非常夸张的一个交易量 但是我看到Doodle 他最高应该也是从十几个Eats回挡 我记得没错 你看大家就看到这边 甚至涨到20个Eats Doodle最高涨到20个Eats 所以现在回到这边 其实都已经回了50%了 所以你问我觉得Doodle有办法买在90个Eats以下Doodle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很不错的一个进场点 那大家知道 其实你在NFT 你做NFT里面 要赚钱好像很容易 但是其实不简单的 为什么 当所有人都在卖 在害怕的时候 你应该干嘛 应该看准了一些好项目 想办法去买 如果你手上有requility的话 想办法去买 那你说如果手上全部都是NFT的话 那怎么办 你想办法把你NFT整理整理 我觉得这个都是重要的 把一些比较弱的NFT市场上 看能出清把它出清 不行的话就好都要留着 那再来 如果讲10个Eats 第一个我会讲NFT World 大家都知道NFT World 我认为是一个很棒的篮球 为什么 那他们之前 他们因为发了BEE之后 他们从16个Eats回党 前两天还12个Eats 那因为他本身是好多好多项目 现在都在比 我发的项目 我不是买Sandbox 我看我买几块NFT World 我觉得这个就是下一个 NFT World就会变成下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篮球 我们不是指很短的时间 我们如果把它拉长一点 比如说三个月 四个月 六个月 甚至12个月之后 今天CyberCon才过了一年 CyberCon 看到推特上 CyberCon今天过了一年 所以也祝这些CyberCon的朋友 甚至快乐 那好多人的人生都是因为CyberCon改变 我觉得NFT World 也是下一个类似这样可以改变成 大家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当然 还是要跟大家提 这个Million Egg Yacht Club 这个是另外一个 如果大家手头上购资本资金的话 我觉得有机会能进Million Egg Yacht Club的这个 community 应该都大家要想办法 因为这个他的community 后面是一个非常非常amazing的community 我觉得好多朋友 都是在里面 然后有很多很多资源 跟我们分享 最后 最后我就想说 这个Near Tokyo Citizen 这个是第一时间 其实那时候有六个Eats的时候 我应该就要买 但一直都miss掉 什么要整条路 就是他第一代 我讲第一代 Outsider第二代 不讲Outsider第二代相当是两个Eats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觉得一辈子都应该想办法 弄到一个Near Tokyo Citizen 因为他们里面community 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 全部都是业界大佬 甚至很多企业的这些Founder 那现在其实是17个Eats 他们最高点应该从 30几个Eats跌下来 他们甚至有少100个Eats 甚至炒到100个Eats 你们看 但这个当然是比较稀有的 我记得他们一直都是 30,40,60 5,60几个Eats 去年12月之后60几个Eats Citizen 他们现在跌到17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多关注 今天我跟大家讲到这几个 就是在我们市场回潮的时候 如果大家手上有Liquidity 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想办法把它换成USD 还是想办法去关注一些蓝筹 我觉得蓝筹基本上是不会消失的 它价格可能稍微会回档 但总的长期来讲 蓝筹是不会消失的 我觉得我的视频 带给你价值 请关注我们的Twitter 加工Discord 重要的 还有YouTube 一定要点赞 Follow好不好 然后打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 Cheers 拜拜 拜拜